23号下午 习近平考察了北京新机场建设 在工程项目部 他查看整体征地搬迁规划 了解安置房小区规划 并来到航站楼工地平台 查看建设现场 有几家的这里 三家 三家啊 对 这是最大的目标 然后北京建议 习近平从他们亲切握手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就是靠我们公立阶级 靠我们的劳动者 习近平指出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24号上午 习近平先后考察了 武科松体育中心 首都体育馆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 和大运河森林公园 武科松体育中心 是北京冬奥会冰球比赛场地 习近平在门厅 结合沙盘和多媒体 听取北京 严庆 严庆 张家口三个赛区 场馆总体规划介绍 随后到廊道平台 查看冰球比赛场地 观看青少年冰球训练 之后又进入内场 观看青少年队列滑表演 第1个赛区 海南大运河森林公园 街上达沙盘 这边的冰球 海南大运河森林公园 马上达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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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雪 所以把我们的强项也先搞好 中文同志 把强项 强项更强 搞起来 再来我就说还是要铺短板 铺短板 就是利用这个2022 把我们的整个冰雪运动 全面化在一起 好 谢谢 一年以后 能看到你们有些人 参加国家冰球队 国家花样华兵队 和花样华兵比赛项目 首都体育馆 承担北京冬奥会 管道速滑和花样华兵比赛项目 你们是从事这个事业的 中国十三亿人的 中国今后要变成一个强国 在各方面都要强 少年强则中国强 体育强则中国强 要强起来 所以冰雪运动一定要全面开展 希望在于我们身上 请大家务必努力 还要注意健康 安全 劳益结合 孩子们也不要太拼 还要全面发展 我们一定会录起袖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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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州城东 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建设一片繁忙 在现场指挥部 习近平查看规划沙盘 观看视频短片 了解副中心建设理念 目标定位 文化保护等情况 习近平指出 站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 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 要有21世纪的眼光 规划 建设 管理 都要坚持高起点 高标准 高水平 习近平逐项观摩 同工人们亲切交谈 习近平逐项观摩 同工人们亲切交谈 现在完整的还不错 安全第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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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近中午 习近平来到大运河森林公园 听取通州区历史文化 水系治理 通州有不少历史文化遗产 要补围金用 深入挖掘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 保护大运河 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 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 24号下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 主持召开北京城市规划建设 和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座谈会 在这个问题上 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围绕牵得出去 落得下来 研究制定配套政策 形成有效的激励引导机制 要积极运用现代科技 特别是信息化大数据等技术 提高赛会运行保障和服务效率 北京市河北省 要分级负责主动担当 加强衔接 协同作战 王沪宁 刘延东 栗战书 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徐匡迪参加座谈会 请不吝点赞